你的钟馗可以勾的不是很准 但是也一定要见 先去看一眼对面的红buff 因为极有可能极根是红开的 没在对吧怎么办 猜猜我为什么不加技能 我就想着这小子要是没在 我就一技能把红buff给拉了 射手来了 拿着红buff也给你 这是机我也能拿 这样我们家射手 前期直接多对面射手 至少500块 一分钟多说 对面射手你要把铁剑 什么概念 这回是700块了 等 闪现 好 有东西的 怎么回事呀 哎呀这个鱼鸡坏事 第二个红buff刷新 但是千万不能够傻乎乎的 想着再去了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对面石油八九是有防备的 这个红buff直接放了 把鸡拿了就行 正所谓知足常乐 就是这么个道理 等过来拿个猪啊 我直接四截 这鱼鸡脚下红大buff 红buff是我的 嘿嘿嘿 他每一有闪现 我为电他的原因 是因为我知道这小子有大 如果我不电台 那他大招就跑掉了 懂吧 所以要打鱼鸡的话 带电比带闪现要好的 对不起了哥们 我真救不了 不过一还好 少路一换 不对 一换三 来了 呦 嘿嘿嘿 来个出其不意 往上面草草草 呦 钩子没了 也没有关系 往前提 毕竟虽然钩子已经没了 但我还是个肉呀 我射手前面站着 小心射手好像要死了 有想法这么往前站 要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小子不怕我的 这鱼鸡 我对他有想法很久的 这头鸡到现在只死了一次 心眼子一定要多 咱们有办法的 站在这个草草 不能再往前了 往前的话 兵线是有视野的 懂吧 我需要射手大哥 把兵线吃了 我再往前走 这样不会暴露我的视野 瞧明明往上走 卡着这个位置 不要看往前 现在鱼鸡是看不着我的 懂吧 等你看到我的时候 我的钩子已经出来了 我让你往前 这鱼鸡有点难杀 继续啊 红buff有拿 但还是老样子 知足常乐 如果一定要去打红buff 也是可以的 但是前提就是法师跟达野 必须有一个跟着我 但是他们俩都不在 我只跟射手两个人 我是不太敢的 好了 咱们来了 我不出来 我要藏着 哎 干什么 干什么 不要总是偷偷摸摸的 小朋友 等等我还有发挥的空间 这是说往前鬼要死了 碰上鱼鸡了 对吧 幸好还有五呢 哎呦 哥你来打我 你来打我 他不打我 我也没办法呀 我还就 不能这个样子 哎呦 这东西现在是有大的 来个人 我不敢太往前了 幸好刚刚往前的 不是我要 要不然我也交代在这里呢 这狂蝶还想K头 看是谁的啊 哎 我找到鱼鸡了 往前蹲一下 看看情况 怎么回事 他知道我在 还是估计在那里探草呀 等我去叫人 好吧 让我看看这鱼鸡 等一下想干什么 我知道了 哎 哎 呦 这射手有点白眼狼的意思 不跟我了 前进帮你打成这个样子 你竟然不跟我了 现在对面的人 已经见识到我的钩子了 我前一站 吓都吓死你们 咬鬼子在这里 哎 哎呦 没有兵线了 先往后退 看我的 我想想 等一下该干啥 鸡哥怎么个事 脚下红蓝buff全没有 好 那我知道 我等一下要去干啥了 往这里一看 是不是红buff在了 哎 我准你打了 鸡哥什么意思 还要打吧 他都打了 他走了 那这红buff是我们的了 我找到一个 哎 你要我前走吗 你敢不敢我回走 他走了 他不敢从我这里走 呵呵 来个人 嘿嘿 呦 他到时候又跑掉了 啊 快来个人 他从我后面跑了 不是你打我干啥 大哥 你还不如只勾勾我前走 就堵我钩子中不了了 哎 你干啥 这不就空呢 我要勾了 又勾了 我前走了 又勾了 你们快走 好 快走 人家鱼鸡 真的就只被我勾死过的